所以说这个动作我就说强度还是大 看得很轻松 吸 呼 吸 来 手臂伸直 分开手 吐气放落 闭上眼睛 调整呼吸 就是你的肩膀过于僵硬的人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 你出去教类似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分开两部分去做 不要一下子正反面都做完 甚至是正的点跟反的点 最后连接起来 做点连线化缘 但这个动作 你为什么身体会有那么强的反应 一是你的斜方肌紧张 第二个就是你的胸手褚褚肌紧张 第三个就是你整个上背的肌肉紧张 你根本架不起来 你的身体就反抗会特别严重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在力量和空间要同时具备 那你现在整个肩背的感觉 是只有力量 只有过扬的肌肉 而没有空间 所以说你才会感觉比较累 都不思计 只是呢 在力量和空间 技能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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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